没想到克林也学会了分裂大法 六道身影直接朝着哪怕快速冲去 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正义群殴 就在刚才蔬菜人选择自爆 有烟无伤的定律却没能护住雅木茶 于是便诞生了堪称世界名画的一幕 因为雅木茶的死让克林无比的愤怒 放出的大波一分为六 拥有一千二战斗力的蔬菜人瞬间死了三只 却有一只蔬菜人幸运了躲进裂缝里 这时一枚大波击中了贝吉塔和哪怕 现场瞬间变得浓烟四起 突然幸存的蔬菜人朝着孙悟范袭来 关键时刻还是轻叠比克出手了 只见比克挥出愤怒的一拳 随后将蔬菜人扔到空中 紧接着比克一招口中炮 所有的蔬菜人全军覆没 雅木茶要是看到这幕绝对气的吐息 感情里面是在演我 各个都拥有秒杀蔬菜人的实力 更令雅木茶杀人诛心的是 贝吉塔和哪怕都是有烟无伤 唯独这个定律对自己无效 突然哪怕连续三个闪现来到比克的身后 随后一脚踢出让来不及反应的比克被踹飞 然而哪怕并没有乘胜追击 而是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势 仅仅是五千都不到的战斗力 就让克林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 就连比克的身体都在缓弯的后退 饺子健壮施展超能力控制哪怕 哪怕健壮施展口中炮 饺子同样来不及反应被击中后飞了出去 不知道还以为哪怕变成了超级赛亚人 仅仅是四千多的战斗力就有如此压迫感 这时哪怕朝着天津犯冲来 两人只是碰撞了一下 天津犯就觉得自己手掌发麻 突然哪怕又挥出一拳打断天津犯的手臂 克林看到这一幕立马冲上去支援 没想到却被哪怕察觉挥出一道光刃 随后地面便传来一声巨响 当烟雾散去后看到地面出现一个大坑 此时的克林直接被吓得瘫倒在地 可就在这时饺子从背后抱住了哪怕 手短的哪怕无论如何都抓不到饺子 愤怒的哪怕为了让饺子松手 直接连同自己不断地撞击山头 可即便如此饺子还是牢牢抓住哪怕 地面的天津犯让饺子赶紧松手逃跑 但是饺子知道自己要是松手 天津犯等会将会被哪怕杀死 只见饺子散发出一股幽光将哪怕包裹 紧接着天空传来一声巨响 饺子启动了后背隐藏能源 看到这一幕的天津犯痛心疾首 对着天空大声呼喊饺子的名字 可就在这时浓烟散去出现一道身影 众人纷纷露出了无比震惊的神情 因为这道身影正是哪怕 并且饺子的自爆 对哪怕没有造成多大的伤害 此时的天津犯已经愤怒到了极点 明知不可的确依然对哪怕发起了猛攻 只可惜龙珠里只有超级赛亚人 以及超级纳美克星人的说法 但凡也有超级三目星人的说法 饺子的忌天足以让天津犯觉醒 最终天津犯还是被哪怕轻易地打趴下了 就在哪怕飞到高空 打算杀死天津犯的时候 比克看到了机会让克林和悟犯出手 结果孙悟犯却没有冲上去 但是比克却成功击飞了哪怕 克林在指定位置又将哪怕从空中击落 此时的哪怕正朝着孙悟犯飞去 比克见状和克林让悟犯出手 可没想到孙悟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竟然被吓得落荒而逃 克林见状不再犹豫 和比克一起放出大波 然而却错过了最佳时机被哪怕躲开了 克林和比克知道悟犯是指望不上了 于是比克再次施展出分裂大法 竟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三位比克 克林也施展了分裂大法 三位比克和三位克林迎战哪怕 只见六道身影朝着哪怕发起了猛攻 虽然人数上占据了优势 但是在实力上却一分为三 以至于克林都没能扛下几拳 三位克林就被打回原样了 剩下三位比克迎战哪怕压力巨大 同样没能扛下几拳就落败了 这时哪怕主动发起进攻 面对比克和克林的联手 哪怕表示没有丝毫压力 反观此时的天津犯还沉浸在悲痛之中 当天津犯抬起头看向前方的时候 都仿佛饺子就在自己的眼前 愤怒的天津犯站起身来 看着空中正在战斗的三道身影 想起自己和饺子刚登场时 以及和贺仙人参加舞蹈会时 最终看到饺子被淘白白打晕时 难怪天津犯没有选择和蓝旗在一起 原来饺子才是天津犯的真爱 略想越愤怒的天津犯要给饺子报仇 打算凝聚最后的力量施展气功炮 只听见天津犯一声怒吼 最后的气功炮朝着拿帕袭来 来不及反应的拿帕直接被气功炮击中 可没想到拿帕依然是有烟雾伤 雅木查看到这一幕都要诈尸了 因为气功炮是消耗生命力的招数 天津犯最终也倒下了 就在拿帕打算继续进攻时 贝极塔突然让拿帕停下 没想到贝极塔的话这么有用 快速上冲的拿帕竟然能杀住车 这也说明拿帕打心底对贝极塔臣服 原来贝极塔看出比克等人在拖延时间 目的就是为了给悟空争取时间 为了让这场游戏变得更好玩 贝极塔打算给比克30分钟的休息时间 随后便坐在石头上静等悟空的到来